站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 心里比较开心 但是更多的是尴尬 因为这是一个突围赛嘛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 有参加脱口秀大会的资格 我就找我们领导了 我就说我就别证明了 我都证明过多少回了 对吧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我取得了第二名 第二季我还取得了第二名 这么多个荣誉加在一起 对吧 领导说对啊 加在一起就是第四名 我说那你咋不除在一起呢 除一下还是第一名呢 我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江湖地位啊 毕竟我干这一行 干了也七八年了嘛 所以我就在这一季节目的海选里 那个云海选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 哥们是导师 哥们是导师 特别了不起 真的坐在那里给各种选手 指点江山 各种点评 打分 然后最后挑出 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挑完之后呢 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不有病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给自己挑选 挑选对手 也不是打麻将缺个人 干啥 你说再说了 这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你大学刚毕业 完了你去一家公司面试 是吧 面试来面试去 你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 然后你兴高采烈地去这家公司实习 完了你发现你的面试官 再跟你一起实习 你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崩溃了 这么残酷吗 完了之后 你还得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你就问他 前辈 你干这行时间不长吗 面试官说 还行吧 干八年了 虽然我干了八年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你听完是不是更崩溃了 还你一路走来 你走了吗 你不就站在原地吗 你是不忘初心 可你忘了出发呀 而且我是海选的导师啊 朋友们 我是导师 我过来了 跟人家一个一个的比赛 赢了也就罢了 输了我可咋整 我怎么下台 就好比一会儿 我跟人家比赛 是不是 我被人家比得 鼻情脸肿 一败土地的 人家好好的舞台上站着呢 我下去了 我咋下去 我跟你们说啥 我总不能 熊揪揪腔的下去 然后指着舞台 跟你们说 看呗看呗 这台上的人说得好不好 多好 说得厉害吧 我选的人 不是你想想 真输了 真输了 我可咋整啊 人家比赛之前 选手一个一个 对我还贼客气 是不是 一个一个 还管我叫哥呢 等比赛完 我要是输了 人家不得问一句 王建国 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 你说我咋说 我说我是 老脸往哪儿搁 这节目 真的太难了 一步一个坎 我再跟你们说一个 更难的 就是资金困难 因为本来有一个 刮胡刀的品牌 说要就是 谈好了要赞助我们 合约都要签了 那边突然反悔了 说对不起 不能赞助你们了 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 我们赶紧就问了 说为什么不同意吗 同意吗 答应人家吗 对吧 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 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 普遍长得太丑 不符合我们品牌形象 不是骂人 也没有这么骂的 是不是 我已经丑到 连胡子都不配刮了吗 那不刮不是更丑吗 你说我到底是长了 一个什么样 奇形怪状的脸 不能刮胡子 我是没长下巴吗 我这么大个下巴 你看不着 我多适合刮呀 可不说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 王建国 建国老师 你觉得你底下留 那胡子好看吗 我说这个 我说不好看呢 他说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留呢 我说因为刮了够难看 他说你看 明明是你的问题 却显得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我先想完了 中圈套了嘛 我就赶紧补救 我就说 我说你们再考虑一下 我说我们脱口救援员 也不是没有形象好的 你看那个斯文长的 就挺好看的 这回我领导急了 说刮胡刀 你提一下旁边 你提斯文干啥呀 我说这不是想的咱幽默吗 领导说你见过 懂幽默的客户吗 我说我见过呀 蓝河练队 全羊肉配合 烤羊奶 选蓝河 真的真的 我去年拍了蓝河的广告片 他们就特别幽默 我现在做梦都想再拍一次 好 时间有限的不变赘述 总而言之 这行前路踢驱要朋友们 但即便如此 我们也得好好努力 力争上游 我不能破罐破摔 争取都给自己整个好名次 是吧 实在整不着好名次呢 就至少去给我整个容 至少明年能多个 刮胡刀的赞助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你怎么知道我好啊 这一集聊这个 社交相关的话题嘛 我在这个娱乐行业 也干了有些年了 我总在上海这种地方待着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可以说 各行各业 方方面面的人呢 我基本上我全部认识 因为我真的特别讨厌社交 不管是谁找我 我只要能不去 我绝对就不去 我谁都不认识 我才能活得很自在 也不是没有苦恼啊 我的苦恼就是 我的亲戚们觉得 我谁都认识 我就是没好意思告诉他们 其实我连亲戚都认不全 就我有的亲戚呢 就会找我安排事 我就说我安排不了 因为我没有人脉 他们就不信嘛 聊来聊去 好多地方聊不通 首先他会觉得 我是个成功人士 就是只要比他成功 就是成功人士 那么他还会觉得 既然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那我一定就认识好多人 不然我是靠谁成功的呢 你说他这个逻辑 就多扭曲你知道吗 就按他那个意思就是 一个成功人士 他的成功 依靠的是 那个成功人士 然后那个成功人士呢 又靠第三个 他们就这样 一个靠一个 就一路成功下去 就 咋的 那成功人士 是多米诺骨牌啊 啊 就说了 你想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一个成功人士背后 就有另一个 一直往前倒 那咱们顺着这个 多米诺骨牌的队列 一直倒到头 那是不是头上 就有一块 第一块骨牌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 第一个成功的人 那你说这个人咋成功的 你说这块骨牌 是被谁触碰倒的 被谁触碰倒的 是被他的亲戚触碰倒的 他的亲戚跟他说 你咋还不成功呢 他是怎么弹回来的呢 拿着紫牌了 就是特别的生气 就是这些 经常会 给我灌输这种 什么攀关系理念的 就是我这些 要么亲戚 要么父辈的朋友 就是大叔或者大哥们 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教育我嘛 就我年轻的时候 在酒桌上聊天嘛 忽然一个大哥 两眼放光 说建国 这个事我可以跟你好好聊聊 毕竟我是个过来人 不是为啥 你就非得跟我聊聊 你过来人多点啥 也不是我让你过来的 就满嘴什么 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许多 有多么不容易 可不是不容易吗 从饭桌那边 你这一路走来 你经历了 鱼香肉丝 火爆鸭花 水煮碗片 两碗米饭 才到我的身边来的嘛 你看 这屋里人挤着人 菜挨着菜 桌旁的小道 那么的窄 这么不愧是过来人 这都能过来 看什么顶上来了 过来之后 就拉着我的手 人生观点 一顿是我 一顿输出 说的都什么玩儿 什么三等的资源是学历 二等的资源是能力 一等的资源是人脉 十个日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没有获得任何的瑞士麦克的 什么值得可尊重的 他就说什么 别人都是依靠别人 都要依靠别人 结果十年以后 你过来依靠我来了 整了半天 这话是对你自己说的 就特别生气 我真的最烦那种 硬盘关系的 听到此处 可能有的朋友 就反应过来 就说 王建国 你不是胡扯吗 你看你认识李淡 你跟李淡的关系那么好 他又比你红那么多 你这不就是盘关系吗 不是大哥 那可是我是我俩 我和李淡 就是从我俩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我俩的关系 就已经是现在这样了 只不过是 他后来红了 给了人这种感觉 那这个事 总不能怪我吧 又不是我把他给捧红的 不是天地良性啊 朋友们 我俩这么好的朋友 我总不能因为他红了 我就把他扔了吧 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也是个人 他也有烦恼 他要是没了我 他就只剩钱了 那怎么行呢 人生没有挫折 他怎么成长啊 我俩的关系好到啥程度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有一次呀 就是他跟他媳妇闹离婚 就是我穿的 当然 后来两个人和好如初 也是我极力劝回来的 我就是如此的高尚 我自己惹的事 自己评 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我听有的人说过呢 说你看这王建国 有李旦的帮忙 还混成今天这个德行 我澄清一下 我没有靠李旦的帮忙 我是全靠自己 脚踏实地 一步不如一步走到今天 说点我们公司 工作内部的事啊 你看就这三十个选手的稿子 我和陈璐都一起帮人 就修改过 因为我俩是总编剧 然后我俩这么干了 也有三四年了 经常就是别人的稿子 都挑完了 我俩经常就自己 没有时间写 到最后好多机会 也就因此错误了 所以你看 你看我靠李旦什么了 我靠的是成路 不是那个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工作是我自己选的 我再累是不是 那也是我活该 我不委屈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靠李旦 那我就实在是太委屈了 攀关系这种事 我就觉得 如果你带着 强烈的企图心 跟人家保持联系 那人家就会跟你 保持距离的 是吧 俗话说得好 所以大家要 多说俗话 不是那个 我不跟你胡闹了 就因为我最后一句 就说完了 我认为就是 第一等的资源 是能力 第二等 第三等的资源 就还是能力 不会是其他的什么 别的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又见面了 朋友们 咱们这个面对面 见一面 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对我来说呢 就是 我就太不爱出门了 我就觉得 只要我推门一出去 世界上所有的事 就全是挑战 我每天早上 我起来 我就仿佛 能感到有一个声音 在质问我 说 你准备好迎接 新的一天了吗 我都没法回答 现在我周围的人呢 都不太在乎挑战 你比如说 这个问题 你问李诞 你准备好迎接 新的一天了吗 李诞听完 这肯定小眼一米 嗨 有什么准备不准备的 生活终将继续 The show must go on 就人家说话的 那个气质 你就感觉 他在向你证明 就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他会说话 而且 就忽兰 忽兰这是更个人 你就看这个 他那个激昂的样子 他在比赛的这些得失 根本就影响不到他 他太昂扬了 就这个问题啊 你要去问忽兰 忽兰肯定小眼一瞪 嘿嘿 我有没有准备好迎接 新的一天啊 你要不这样 你去问一位 新的一天 有没有准备好 感觉四哥上升了 对 那我呢 我就只能回答 我没准备好 我永远准备不好 因为我的行动力太低了 我拖延症太严重了 我还想准备好 迎接新的一天 我至少需要准备三天 也就是说我现在才勉强准备好 迎接前天 我多么希望每天早上我起来 拉开窗帘 放眼望去 哇 一个崭新的前天 我为啥这么拖延呢 朋友们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啊 生来就全无斗志 我真的什么都不愿意干 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可能 我连出生的时候 很可能都是难产 就是 就我都能想象出 就是护士那个交集的样子 说 这个孩子看着很健康啊 他为什么就不出生呢 我就说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现在还不行 我现在真的不行 真的 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 我还没有准备好 要不你那个什么 要不你先去接生忽兰吧 我觉得他准备好了 最气人的是 说到此处 产房的一个角落里 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 护士放眼望去 哦 原来是早产儿小忽兰 小忽兰挥着小胖手 没事没事 你忙你的 去把我自己出生了 我就想变成这样的人 我就想变成 我就觉得 他时刻都在准备着 你就感觉这个人吧 就他当年刚高考完 他刚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 他就开始斥责周围的同学们 哎 你们干啥去啊 啥 去网巴 有病吧 现在不应该去准备考验猫 我就很想奋进 我真的很想努力 我这么懒的一个人 真的我到现在 我也不喜欢躺在床上 我喜欢躺在沙发上 因为躺在床上 这就意味着就是 要正式休息了 对不对 就是没完成的事 就爱咋地咋地吧 就是不管你说啥 反正我得睡了 Love and peace and sleep 躺在沙发上不是的 躺在沙发上 那个感觉就是 我的一天还没有过完 一切还没有终结 我不是要躺在这里休息 我就躺着歇会儿 歇完了我马上就去干活 结果躺着躺着 天就亮了 无情的朝阳 照应在我肥嘟嘟嘟的大胖脸上 就开始质问我说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了吗 你说你挺大个太阳 你怎么就不计事呢 说不多少遍了 你去问护兰呀 跟你说我这一宿躺的 也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我在沙发上 几乎十刻都能听到 我那一篇篇没有写完的稿子 那没有完成的稿子 就发出阵阵的悲鸣 那我就对稿子说 稿子 稿子 你再等等我 没准三天以后 我就开始写了呢 稿子对我说 我哪配叫稿子呀 我也没字啊 我就是张纸 每个在大城市工作累了的人 都想过我要不要回到家乡 真的我一直就特别想回东北 家乡对我来说太舒适 太快乐了 可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咬紧牙关 我一直没回 为啥 因为我在上海压力这么大的地方 我都奋斗不动 那我回东北 我那么快乐 那么开心 我还怎么奋斗啊 你说我在外地 跟自己较劲了这么多年 总不能最后孤身一人 浩浩荡荡 南沿北归 回归舒适圈 这不对吧 那我走回舒适圈 如果我还是奋斗不起来 我还能往哪走 继续往北走 再往北就是北极圈了 你说我这些年 娱乐行业真是没白混呢 走到哪儿 我都是圈里人 我跟你说 我早就明白了 我是一个天生的废物 但是我不想当废物 就是人活仪式 不是为了当一个废物 你说我就会个脱口秀 我回家乡 我干啥去呢 我靠这破网 我也不能介绍家乡啊 当一个人 不需要什么 同时也不被需要 那他每天早晨起来 那看到的就不是朝阳了 我就只剩下凝望深渊了 可问题是我人在东北 我在东北 凝望深渊 深渊也在凝望我 我问深渊 你瞅啥 深渊说 我瞅你咋的 他在干嘛 不深渊 招谁惹谁了 深渊太远了 无处深渊 我希望我永远能跟我自己较劲 真的哪怕就是一种 一直且战且逃的方式 就哪怕很滑稽 但是我真的不要 跌入自己 亲手挖掘的深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好 谢谢大家 我上一集节目就被淘汰了嘛 被淘汰了 完了之后 我又被复活回来了 我就一下体会到了 那些复读神的痛苦 就是经历了 像高考失败 这么大的挫折以后 还要咬着牙 重返战场 一边努力 一边被人嘲笑 有人说 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是吧 哪有人能 丧尽天良到这个地步 去嘲笑复读生 是吧 谁能干出这事 我就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一个复读的大哥 关系就特别的好 我就经常看他一个人 坐在篮球场旁边 眼神空洞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就跑去跟他聊天嘛 我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小时 用在学习上 你也不至于复读 他听完之后 就满脸悲愤地看着我 我还说呢 我说 你打这表情啊 你脸上的笑容呢 你的笑容去哪了 是不是被你曾经的同学 带去大学了 现在我的脸上 也很难有笑容了 我觉得这都是报应 真的都是报应 就我上次被淘汰之后 我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就被淘汰的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个梦 就梦到我在会议室开会呢 忽然有个商务人士 穿个西装推门进来 是吧 对着我说 你知道吗 蓝河绵羊奶新 推出了成人奶粉 说完他就淋出这一箱奶粉 就面带微笑对我说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 喝这个能补充养 还不长胖 你想喝吗 我说我太想喝了 快给我 他说你想喝 自己买去 你一个淘汰选手 还有脸在这 又奶喝 我的天哪 你复活了 人家给你复活了 你真优恋回来 你还要脸吗 我就说 我说 对不起 那是我不对 对不对 你能不能 这样允许我最后 再念一遍广告语好不好 他说 哎呀 行难得 你有这份心 来 你念吧 来 我给你起个头 他说好羊奶 我说选蓝盒 他说可是蓝盒 再也不会选你了 我上次就是被 痘痘和王敏联手淘汰的 比赛之前呢 我还跑去指导痘痘 我说咱们说脱口秀的 咱们脱口秀演员 在舞台上 不要有太多的表演 你呀你就是太多的肢体动作了 哎呀一会儿演个这个 一会儿模仿个那个 谁爱看这玩意 脱口秀要有内涵 脱口秀要有内容 听懂了吗 痘痘说 听懂了 然后他走上舞台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表演 比我多了三十多票 比完了赛之后 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看吧 是不是只有三十个人 爱看表演 就这个孩子就真的 就不听我话的这个事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回家之后 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抱了个表演班啊 我也不是说 不是说我不坚持自己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我最近就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再去这个学吉他啊 我就想嘛 肯定是我平时 没有努力钻研脱口秀 最后被痘痘和王勉 轻松淘汰 这也算是天谴 对吧 对我的天谴 我想明白了之后 我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被这个雷暴惊醒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 那么响的雷 就一个接一个的屁 就给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说好了天谴吗 你怎么还天天谴呢 我说这个雷 是冲着我来的吗 就不努力工作 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我就浑身颤抖啊 我就对着天空怒吼啊 我说唱天哪 你睁开眼睛看看 就其实就是 王勉工作也不努力 就是 就是你想我这么胖 你说你想把我劈倒 你怎么不得来个俩杀 你去劈王勉 你去劈他 你就省雷对不对 后来我一想不对 你说我怎么能 这么对我的朋友呢 再说这封建迷信 这也不能倡导啊 就真的如果大自然 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就打雷 就打雷真的要伤害到人 也千万不要伤害到王勉 好吗 就千万不要劈到王勉 不要劈到王勉 但是你可以就是围着他劈 就是 对 就是就围着他劈 就好像咱们以前小时候 画画苗边一样 就围着一圈一圈 咫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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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咫咐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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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后往免再去街上溜兔的时候 背着吉他一出现 一路火光带闪电 周围人汗龙崩了 你这孩子周围怎么浑身 怎么跌审了一鸣哩里啪啦 他是不是穿毛衣了他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害他 我真的不是害他 我就这样坏人就无法靠近他了 对不对 就围着他就一直劈住 看他怎么创作 拿不可及的上来唱歌 看你声大还是雷声大 不是 我不这意思 我不这意思 这一串太牛哥 这是口气啊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 主要还是想聊聊高考的 我就想聊聊高考 因为我当年确实也没考好嘛 然后我就想就是人就是 面对挫折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平常心 就这次比赛 其实我也挺平常心的 我就想你说 我拿了两季的这个亚军了 然后这一季呢 我努力到头我估计 我还是拿一个亚军 就真的我接受这一切 就是我可以不拿军军 就真的我接受不拿军军 就我不拿军军 那谁也别拿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没有 我就是说我想说 就是我就想回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高考不是也没考好吗 就战胜困难的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高考没考好 我经历了那么大的失败 我到底是怎么挺 我到底怎么走出来的 后来我就想 我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走出来 我真的我必须得走出来 就是我以前就看到这个脱口秀演员 就在台上舞台上 就发光发热燃烧自己 我就觉得哎呀 你们拼搏吧 我拼不动 我真的拼不动 我现在觉得我拼得动了 我真的拼得动了 我就是等下次咱们再表演的时候 咱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演 就你们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也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想跟你们就一时俱分 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被淘汰这件事 对我来说早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就是这个夜惊于琴荒于戏 我的失败可以警示后来人 更要警示我自己 就是明年再有脱口秀比赛 我一定好好努力 真的再也不会被淘汰了 如果我再被淘汰 你记得还要复活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金国 谢谢 谢谢 生人大 我今天33岁了已经 但是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少年 你们先别生气 我给你介绍 就是我从小是通过一些 二次元的作品来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些作品里呢 人物的性格都很简单 人最多就只有一到两个面 不会再多了 比如说 比如说机器猫你们还记得吗 你看就不记得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看过的这些人 也都到了这个健忘的岁数了 所以咱们一起 一起回忆回忆啊 就是机器猫里面的那个大熊呢 他就是个好人 虽然他是个笨蛋 你看 好人 笨蛋 这就两个面 机器猫 他是个好人 虽然他不是个人 但他就是个好人嘛 一个面 你看胖虎 他就是个坏人 天天欺负大熊 偶尔呢他也善良 但是我不管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坏人 静香他是个女人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是一个好女人 就我从小 我就想到 我就不会想到他有几个面 我就是想跟他见一面 就是 就是漫画里的那些人呢 就你看一眼你就知道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是现实世界就不是这样的 你就真不是 你比如说罗老师 长得就跟胖虎似的是吧 就是 你就感觉他肯定特别凶 结果相处下来发现他特别讲理 那李蛋长得就跟大熊一模一样 对吧 一看就特别没有出息 肯定天天被人笑话 结果开了一家公司 靠笑话别人为生 对不对 那漫画里面胖虎还有个小跟班 叫小福 那个小孩 每天就嬉皮笑脸的 废话就贼多 你就觉得这样的人肯定特别招人烦 结果人家大张伟粉丝有的事 对不对 胖虎 谁这么给面 感谢 感谢你 太给面了 下有一句一令 胖虎没有你鲁莽 胖虎其实还有一个妹妹 也是胖虎虎的 漫画里这种胖虎虎的女孩呢 都对自己特别的温柔 把自己照顾的就贼好 结果杨天真老师呢 把自己的胃都给切了 就是哪哪都对不上 你感觉就我漫画世界不是这样的 就在漫画里面 李蛋就得天天挨揍 大张伟就得没人喜欢 杨天真的胃就得是罗永浩切的 长大之后我发现 人不只有一个面两个面 人有一千个面 我就很困惑 你看我刚工作的时候呢 我看大伙在一起 聚在一起骂老板 我当然也加入嘛 跟着骂 但是后来老板一出现 大家围着他就夸了起来 我就卡住了 真的 就感觉大伙就围着他 就夸的那个兴高采烈啊 那个欢欣雀跃那个劲 你感觉不是老板出现了 是中国竹琪出现了 就是为啥这么夸他呢 你想想 你们转变的也太快了 直接态度就能不能不要 这么顺滑呀 对不对 而且你也知道 你自己当面和背后 对老板的形容 这里面一定有假话 不可能全是真的 对不对 那要全是真的 那得是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人能又畜生不如 又英明神武 又好吃懒做 又高瞻远瞩 这何止不是一个人 这都不是一个生物 你想就什么玩儿 能好吃懒做 又高瞻远瞩 这就怎么形成的 你把竹绑竖上了 就很奇怪 然后我后来就知道了嘛 是因为生活艰难 那生活是艰难是艰难 但你 你做的有些事的时候 你最起码你应该知道 是不是 自己是被迫做的呀 你不能立志做这些事啊 就我见证有的人 二十岁不到 就捧着一本厚黑学 就开始看 那厚黑学真的 黑不黑我闹不清楚 这么老厚啊 就能硬给他看完 你是有多想学坏呀 对不对 而且看的还贼认真 每一页翻的就慢慢的翻 每一页慢慢翻 最后学会了翻脸 要比翻书快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我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但我就希望它是 所以我就 我觉得我自己的未来 一定会很黯淡 你看在机器猫里啊 只要出现长大后的大熊 它一定是一个又无能 又脆弱的人 因为它一直是个少年 它没有成长 但好在它善良嘛 机器猫会帮助它 可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它有机器猫 我有啥呀 我有李淡 李淡能干啥 对不对 你遇到困难了 机器猫会跟你说 你就别害怕啊 你看我这儿有个兜啊 我兜里有朱蜻蜓 有空气 怕我任意门 是不是 人家说这话多让人安心啊 一张嘴就是老机器猫了 李淡行吗 啊 你说你去问李淡 你说你兜里有啥 李淡说皮的白的都有 我喝这么多这些网上干啥 对不对 李淡还说呢 说你就喝吧 哎呀你不就是意识到了 人生当中的困难吗 啊 我不能让你没有困难 但我能让你没有意识啊 现实世界的这个难以接受 就在于此 就是你明知道喝绝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可总有一些时刻 你又觉得就不喝 真的扛不过去了 最后还是喝了对吧 男人喝了会沉默 女人喝了会流泪 机器猫喝了会短路啊 跟你说人都是不得不成熟的 就你看就连机器猫的大电影里 那些小朋友们 最后也都成熟了 胖虎开始保护同伴了 小夫开始会照顾人了 然后大熊也开始变得勇敢了 对不对 那你们还要机器猫干啥 留给有用的人好不好 只有静香还是那么好 静香成熟之后 是一个成熟的好女人 我从小就觉得 等我长大以后 虚拟的世界里的静香 会化作一个真实的人类 在现实世界里我相遇 我一直好奇 静香会化成什么样子 我万万没想到是雪芹 来了给你说大公主 当雪芹带着腼腆的笑容向我走来 为了验证她的身份 我还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说你好 但我就觉得 如果你把那个少年彻底的忘了 这就叫遗憾 谢谢大家 太好了 王天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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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妈呀 结枉面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事呢 是那个上一篇的这个姊妹片 好吧 其实也不是姊妹片 就是我上一篇写的时候呢 就太紧张 就写多了 然后后来就把这里面最不好笑的摘出来 凑成了这一篇 就是我前面不是说我跟不上时代吗 我就很不甘心啊 对不对 我很不甘心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在公司 问我公司的年轻人 我说你们平时都有啥爱好什么的 因为就时代啥样 得看年轻人啥样嘛 他们就说呢 就是也没啥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蹦迪 然后我就问对了 我真的我不瞒你们说 我从来没去蹦过迪 就从来没去过 然后我就详细问 我说蹦迪到底是啥样的呀 去一次贵不贵啊什么的 就什么感觉 人家就说就是如果开卡座的话就贵 我说那卡座 那你们就是坐在那就干喝吗 他们说不是就蹦迪蹦迪 主要是去蹦嘛 我就崩溃了 我就说你去蹦 为什么需要一个座啊 他们说就是蹦累了 可以坐那歇会儿 我说你怕累 你为什么要去蹦啊 就很就太难理解了 就难理解才值得学习 于是就在前几天 我的好兄弟忽兰 带着我去蹦了一回滴 就我们俩人 因为就是比他再年轻的人就不带我玩了 然后我们就问了好多地方 我先去的是我们那个大领导介绍我的地方 就说啊 就特别高端 说是最高端的地方 我说高端的地方 我也不是没去过 我就去呗 我就穿着平时的衣服 T恤 裤衩 运动鞋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门口保安不让我进 保安说就是我们这是正式场所 穿裤衩的不让进 我说那啥意思呀 你们这里头都是不穿裤衩的吗 我说那就是我现在拖 我也不能在街上拖呀 保安说你闭嘴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正式场所要穿长裤 懂吗长裤 我说你别急啊 你没听过一句古话吗 长裤不如短裤呀 保安说你给我滚 我说好的 然后后来后来说 我带你去一家 去一家年轻人的地方 去了另一家夜店 进去之后我就人都傻了 那个音乐的声音也太大了 我说年轻人的耳朵就这么背吗 对吧 就那个音量 我听了三秒 我就心脏疼 搞喜剧真的太难了 就为了写出点心梗 差点得心梗 就这个是我第一季 没有没有 就其实这个是我第一季讲过的老梗啊 就希望你们听了就不要脑梗 我是给多了就是 给多了 我知道我是给多了 对不起 我创作枯竭了嘛 那后来我就在那个夜店里 我一想啊 可能那个音乐的声音大 就是因为声音大 可以让这个处于暧昧期的青年男女 就只能贴着说话 就可以耳鬓撕磨的说话 是吧 哎对吧 你知道哈 你没想干啊 就这样就是可以 就是增进感情嘛 可问题是 我实在不想跟忽兰耳鬓撕磨呀 就 你就想啊 如果我趴在忽兰的耳朵边 嘀嘀咕咕半天 忽兰听完之后 嘿嘿直乐 我说我俩聊的是喜剧 有人信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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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和忽兰就在旁边就站着 就看着嘛 然后观察周围的人的 就行为举止 观察了半天 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 确实是有点道德沦丧 就这么半天了 都没有人给我俩让个猪啊 哈哈哈哈 你买的记卡中了不起嘛 对吗 而且那个年轻人 到底还是年轻人 就啥意思 就是他们想说点啥 就互相扯着脖子就喊 没生活嘛 你看这 我来之前忽兰就跟我说了 说进去之后 咱俩别跟他们一样啊 就别一样就喊 我说对 咱俩得用默契交流 忽兰说用默契能交流的明白吗 咱俩得用微信呢 然后后来 我就在里面 我就跟忽兰发微信 我还说呢 我说忽兰可是这里面的信号 不太好呀 忽兰回复 你还要啥信号啊 你写完消息 直接举着给我看不就完了吗 哈哈哈哈 我别聪明 最后忽兰就说 就别光站着了 来都来了 咱俩必须去蹦一回 我说也行 就去了 我俩就去那个DJ台底下 刚想蹦 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 在那儿就给人们分发 那个小兔子耳朵 就是一个小发卡 顶上有两个塑料兔子耳朵 闪着红光的 是吧 然后就他在干出这种事来的时候 我和忽兰两个人 就本能地就往后笑 你知道吗 就太丢人了 但后来就觉得不行啊 咋能在这里就退缩了呢 就咬着牙就拿了两个 然后忽兰呢 就勉强带进去了 我再怎么勉强 都带不进去 你知道吗 就是我俩这个脑袋 实在是太大了 我忽兰成路 上海滩三巨头 哈哈哈哈 还是来了 最后我就只能把那个兔子耳朵 举在头顶的那儿蹦 你知道吗 蹦了一会儿 我不禁悲从中来 就我和忽兰 我俩加一起 都快七十岁了 结果跑到你们这儿 装小兔子 人生七十古来兮 蹦蹦跳跳 真可爱是 蹦了三分钟 我就见汗了 真的 但是我也没有离开那个舞池 就面对这些个年轻人 我就觉得我 代表了我这个时代 最后的倔强 就是即使我已经 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对我 我也要拼死地 站在你们面前 如果最后我摔倒了 我就讹你 没有没有 开玩笑啊 就倔强是要有 但是讹人不行啊 结果我没摔倒呢 旁边一个年轻人摔倒了 他喝的确实有点太多了 就蹦的时候就端个酒杯 然后就摔倒了之后呢 就那杯酒 我就见了大家一腿 我就知道这帮人 回去就得洗裤子了 而我只是淡淡地擦了擦腿 什么道理 朋友们 不能因为时代 改变自己的活法 有时候长裤 就是不如裤衩 谢谢大家 终于到了总决赛了 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 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魂这么逗死我了 带我玩的 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 就是这个主题名字 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 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 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 你不知道这个 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 我就生那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 可以说是就是 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 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 新陈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 真的整个人就 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 啊 一米八七大高个儿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 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 老师的诗字去掉 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荣言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我一提黎雪芹 你们就高兴 你这啥整 你说 你这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接上跑 不是跟你们处议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他会不会是超仔 这个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 老程就是程鹿 我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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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 但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鹿讲过 程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健谷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就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鹿的这个段落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吗 就放不住 就放不住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你就是 你不理解我 你不理解我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吵谁屁呢 就是我紧张他都开心了 是 就这个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 忽然跟不上呢 我也是试图跟上节奏 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帖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稿子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 对不对1200字 要不总决赛下来 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王静国 我写500遍李就写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呢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一千二嘛 就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 就骗你们 可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 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住不回 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艺术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 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是一个东西 他想过去 他至少总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啊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我 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一会儿 你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老师的时代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